你知道最可怕的是長城的 給完餐 熄燈了 suppose 大家要睡覺了 而且熄燈的時候非常危險 我不懂為什麼很多的爸媽上了飛機之後 都好像把飛機當成托兒子 對對對 他們就自己睡自己的 然後自己看自己的電影 小孩子啊 我遇過最誇張的是 就是我不小心踢到他 因為他就是在登岸要睡覺的時候 他爸媽就讓他在走道上爬 爬在走道上 對 他就在走道上這樣到處爬 然後基本上小孩沒出生 因為他沒哭嘛 那機箱整個是暗的 我就送中餐就 然後一看就發現是個小孩 然後那小孩就開始大哭 然後我當時就想說 而且我找不到他的爸媽 因為沒有人在管 就是那飛機上有很多祖父母 大家都這樣睡 已經睡翻了 我就覺得為什麼你們都不管自己的小孩 尤其是韓屬下的班機對不對 對 很多 我遇過 因為像我們那個飛機是單走道 然後那個小孩 他爸媽完全不管 就讓他從 他直接從商務艙跑到經濟艙 跑白名 然後這樣跑跑跑跑 然後我就說 弟弟飛機上這樣跑很危險喔 然後他就說 然後繼續跑 我說爸爸媽媽媽 他以為你在跟他玩 下半週假期的喔 那時候你的爸爸媽媽呢 我帶你去找他們 是走掉 他說不要 然後我就超難控制 我就覺得這爸媽是怎麼教人 但是你有一點家教好不好 然後還有那種就是 也是就是要 就是飛機上嬰兒一直哭 然後我們去安慰了也沒用 然後他爸媽也就是 就一直哭啊 有什麼辦法 然後我們也就是說 可能是他耳朵不舒服 就要給他喝水 讓他吞眼 就是空氣可能會跑出來 會比較舒服 結果沒用還是照哭 我們都安慰了也沒有用 結果最後隔一天 我就接到那個課訴單 蛤 摔到你頭上 對 就被其他的那個乘客課訴 但問題是我們也去盡力啦 可是還是沒辦法 就是他們還是 那時候從巴黎飛新加坡 再轉機回來 因為比較便宜嘛 轉機的通常有時候比較便宜 然後你知道嗎 在巴黎上飛機 就到新加坡一定是over night 然後要睡了 然後我跟你講最可笑的是 我在後機室的時候 一個媽媽抱了一個小孩 那小孩大概三四歲 就在後機室的唱歌 我還跟我朋友講 我說哇 這小孩聲音蠻清亮的 OK 我跟他後悔死 OK 沒想要跟我同 他就是跟我同一個班機 在後機室嘛 OK 就坐我斜前方 我的媽呀 吃飯不唱 等到大家關燈熄燈要開始 他就開始唱了 你知道嗎 唱歌啊 唱歌耶 對 從那個 開始一路唱著 還有什麼 黃色潛水艇 我的媽呀 黃色潛水艇 然後我就 就覺得 怎麼沒有人制止呢 然後我就請空姐 我說 OK 然後他就說 OK 然後他就過來 他沒有制止他 就很多人給他 他就給我一個耳塞這樣子 就這樣 我跟你講 他大概唱了 大概有 兩個多小時 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好想睡 後來我想 我放棄了 我只好陪你一起了 你也唱 真的唱 沒有 我乾脆就站那邊看 是哪個小孩 這樣 你是小孩嗎 這樣 很奇怪 他看到我過去看的時候 他就不講 不唱囉 就鑽到媽媽的懷裡面了 沒有 害羞 然後 那他媽媽就 他媽媽就這樣看我 對字 What's wrong with you 老外嗎 老外 老外 我說 what's wrong with your kids 帥喔 帥 然後 too noisy can you stop her ok 然後呢 他說 he's only kids 啊 用這一招 推折 我去看嗎 你站怎麼動 我反正也要站起來 不然血栓也是會那個 對啊對啊 還是要站一下 好啊 我不講話嘛 我就站著嘛 我跟他 你說人犯不犯賤 最後 最後那小孩 安靜了 睡著 暢內 睡得比較好 拜託人家的小孩 我也不能怎樣 對不對 可是我只能站在那邊 我反而不能睡了 我就站著看嘛 我是沒有試過這個方法 不過我想試試看 因為我有一次遇到一個小朋友 坐在我後面 那他大概是五六七歲左右的 你知道他就是那種高度 剛好就是腳在那邊踹 不知道在玩什麼 然後就一直感覺這樣動動動動 然後我一開始 還有回頭瞪他一下 然後我看了一下他媽媽 他媽媽就 當作沒事 因為他也管不動他的小孩 後來那小朋友被我瞪了一下 他好像也生氣了 他開始在那邊踹 在那邊踹 硬打 硬打 我有後來先跟空服員說 空服員過來有講 講完之後隔了一會兒 因為小朋友你知道他惱羞成怒 他被指證了之後他又更生氣 結果你知道後來送餐的時候 我做了一件事 但是可能要跟他說聲對不起 但是我覺得還 我覺得我個人覺得還好 就是他在吃飯的時候 頭滴滴的 我把一杯子弄回房 吃中他 十歲了 兩、三歲了 七、八歲了 七、八歲了 六、七歲左右 不過通常這樣子 這跟大家講 這是國情的問題 你如果在飛機上 遇到外國小孩 你不要針對人家的小孩 要跟他大人講 對啦 要跟爸爸媽媽媽講 要不然會有危險 你不可以直接針對人家的小孩 不管是動口動手都不可以 絕對不行 因為他有法律保護他 法律的責任 所以一定是跟對方的父母對話 OK 本來就是小孩總是會犯錯 對不對 由人家的父母來去教導他就好了 犯不著我們去教人家的小孩 要做壞人 密閉空間裡面 人的情緒有時候是 會被放大 會沒辦法解釋 對 所以我覺得在飛機上真的是 盡量不要 盡量不要惹到人家 不要挑起人家情緒的這個不舒 神經 因為那密閉空間有時候人會 爆發 你平常其實都可以容忍的 突然在那個時候就 就無法容忍 對 除了還有比如說像味道 有沒有遇過那種 鞋子很臭的 我有遇過就是一個媽媽帶兩個小朋友 然後我就發現那個媽媽居然在那個位子上幫他 小朋友換尿布 而且那個小朋友還拉肚子 哇 就是我一看到就是 怎麼尿布上全部都是那個 帥 然後他是就是 比較落後地區國家的媽媽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廁所就在那個廚房的旁邊啊 可是他不懂得說要把它帶進去廁所換 然後就整個地上全部都是拉屎的味道 我的天啊 超噁心的 超噁心的 吃不下了吧 還好已經送晚餐了 還是 還好 真的還好耶 為什麼找不到小孩聽到哭聲 因為在紐約有很多內地的人 他們很早就已經移民到美國 所以他們其實只要生完小孩 拿到小孩拿到身分證 就是美國的公民之後 他們就會把小孩帶回大陸 然後他們就會請保姆 就是帶那些小朋友回 那些寶寶大概一個月兩個月就直接回大陸 那那些保姆其實跟那些小孩子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他們到底是想要哭還是想要吃什麼 他都不管 然後有一次就是在飛機上有一個 就是很多乘客就是一直在抱怨 為什麼會有哭聲 寶寶的哭聲 可是就是沒有人看到有寶寶 那他們一直在找什麼都找不到的寶寶 看靈異了 然後就後來就是 就按服務員叫空服員去找 那我們就找了很久 然後就一個一個那個行李櫃開始找 後來終於找到的時候 我們就把那個行李櫃拉開 結果那個嬰兒躺在裡面 太扯了吧 上面的嗎 對 因為他一直哭太吵了 然後那個保姆已經整個就是 已經很煩了 他就直接把它關上丟上去 然後就是關上就是睡他的覺 後來我們就是看到之後就嚇到 然後就是 就是叫他 把他一定要照顧這個小孩 這個是人命關鐵 然後後來他也就是很不耐煩 就是覺得 因為他一個月可能帶兩三趟 所以他就覺得這種東西 他就覺得就是已經見怪不怪了 當貨物了 對 他小孩關在那個 那是個神秘的家 他就直接脫雨甩了 怎麼會這麼狠啊 哇 來 我們看第二個 好 再來看 順手摸走機上的用品 阿布你看過一些 你知道我們 阿布 阿布你耶嗎 我家裡超多飛機 阿布 還說你耶 就是你啊 你朋友 裡面就你 你要知道我們以前 跑外景是多麼的冒險 我們去飛 走我們去一些那種鄉下的地方 很客難的地方 我們身上我們拿個毯子 我們到那邊睡覺 我們還可以蓋個被子 或是鋪在床上面的被塵 出門不帶的啊 沒有 出門你帶 你行李會超重啊 我們每個人如果都帶毯子 那很麻煩啊 所以我其實 哪裡 所以每個人都 A飛機上的毯子喔 我沒有說 就我不知道 對 反正我會拿 就是我自我承認 因為他那個有時候 包得乾乾淨淨的 然後我想說 那我這一趟要去山上住幾天 那枕頭可能很髒 被床可能很髒 我就把它鋪著床 或包著枕頭 然後就這樣睡覺 可是我心懷感恩 你知道嗎 我是心懷感恩的 我不是說 我要鋪你這個東西 我覺得爽 我是心懷感恩的 這個一個重點 這不行 通常你就是 你能吃多少喝多少 你就在這個行程 把它吃完喝完 不要拿出去 有沒有 有遇過偷酒的喔 偷酒的 我覺得更可怕 他們是 因為我們以前是沒有規定說 客人可以喝多少酒 然後有些歐洲的客人 非常的精明 他已經知道我們的Galley 就是廚房的那個酒車在哪裡 他們會直接自己偷偷跑進廚房 然後打開那個酒車 直接拿來整瓶酒出來喝 哇塞 然後我就曾經遇過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飛歐美長城的時候 一定要有南空服員 因為我就自己就遇過不止一次 就是客人在飛機上因為喝醉酒而打架 哇塞 對 因為他們喝太多了 完全不知道截止 那因為其實在高空上是更容易喝醉 對 所以我們那一次就兩個一個 好像一個法國一個德國吧 兩個人坐在隔壁原本聊得很開心 在那邊乾杯 然後喝到後來 來廚房拿酒 拿酒 我們後來一開酒車 發現酒已經空的時候 想說不妙 然後那兩個人講話越來越大聲 後來直接一打起來 但是偏偏 我們那一趟的南空服員 就是 有時候南空服員 中堪不重要 比較柔弱一點 有時候可能 可能像Danny可能也了解 就是比較 我以為就像Danny 不要亂舉例 我會針對你 我會說 然後就是那一趟的空服員 就是跟妳講得有點像 我記得他英文名字到Danny 他說 怎麼反正他們在打架 然後就反而是 女生全部衝去阻止 最後是直接叫附近長出來 然後說你們在打架的話 就是直接上手銬 上手銬了 然後就把他們兩個分開 所以飛機上是有手銬這種東西 有有有 其實是有的 滿High的想靠一下 沒有 沒有 真的 真的 吧 我們 好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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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